中台湾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像是在云林北港镇就出现了严重的淹水灾情 市区街道水深一度来到了大腿 路边的机车泡水倒成一片 还有社区大楼的停车场车道出现了瀑布一般的景象 造成了停车场大淹水 而北港镇公所也紧急宣布 在今天中午12点开始停班停课 你看什么事不合格 豪大雨狂炸云林北港大楼停车场车道 变成小型瀑布雨水全往低处流 停车场大淹水 市区马路已经惨了 路边机车全部倒浮一片 一个早上就下了一整年的雨量 马路变水路 即便到了中午雨停了 抽水机启动积水还是退不掉 民众骑车涉水而过 结果抛锚还有人在自家门前堆起沙包 依旧挡不住水淹一楼 家具家电全泡水根本来不及撤 民众无奈无助扫动物的上演 逆境求生 逆水的老鼠 它在游 老鼠游泳还有利于游出水池 逛大街 这场新来气流暴雨 截至下午两点 北港镇已降下234毫米力量 创下全台单日总雨量第四高 北港镇公所紧急宣布 中午12点起全镇停班停课 疫情过后第一天上学 开学前三天都有半天的试读 没有影响到孩子放学的一个状况 一场雨让北港人全忙翻 县长张立善下乡摊灾防汛 总结好 降雨量可以说是超过 原本的这样的一个负荷量 结构上没有很大的问题 尽管大水逐渐消退 民众还是得忙着善后清理家园 近30年来北港最严重的淹水灾情 县长也抛出补助 只要淹水超过50公分就能提出申请 要帮乡亲把损失降到最低 借郭正义云林 操到